记者詹氏洪林林报道,斗六市流南社区1200平涨满杂草的荒地,年底将变成社区公园,地方争取到200万元前瞻计划预算,县长李金勇加码建制儿童娱乐设施,将透过整体静观设计与规划,融入的景特色,创造修建自然且富有运动功能的社区公园。 城乡发展处长林长造表示,斗六市流南社区环境静观改造工程,基地面积约1200平,除部分区域为市场用地外,其余都能建设为公园,地方争取前瞻建设经费400万元,但只通过200万,目前公园规划为5区,分别是入口植栽异象区,生态之秋,多功能活动草坪区, 街角空间及利用人行散步道来串联整个公园的上域系统等,创造出社区邻里公园的特性,县人行道因行道数根隆起,也需进行整理,预计最快年底就能完工启用。 地方反映,因工程废被砍半,公园内原规划的儿童娱乐及民众修监设施。 徐令密经费不强,县长李静勇则指示,公园建设应该一次到位,只是城乡处处理,为避免影响原有工程发包进度,将另案处理。 工程同时进行,李静勇强调,社区是每个人生活的空间,透过小小的社区与公园改善,不仅可创造舒适生活空间,更可透过社区发展协会等软体及人脉的结合,以改善当地的环境状况,生活条件与社群关系,提高生活水平,让社会更加和谐。 文字幕提供